主席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剛才我希望鄭永迅議員記得自己說什麼 我想問一下 主席說要說文件裡面 整個架構各樣東西 我不知道有多少建制派議員知道 這個警隊為什麼是比其他紀律部隊的工資偏高的 當時有一個報告 可能在1988年的時候有一個報告 說我們的公務員 特別是警隊為什麼會被優待 那個薪金被消防、懲教、海關、人民入境等等違高 因為他們有幾個大原則 其中一個就是要政治中立和不能組織工會 我想確認一下局長令警隊被其他的紀律部隊伸籌為高的報告 你也知道的吧? 林惠里報告書 林惠里報告書 主席 警隊和其他的紀律部隊在薪酬架構方面 過往是經歷了不同的檢討 由獨立的諮詢機構負責的 剛才陳議員所說的是1988年 之後在2008年也做了另一個檢討 我都有 你不用怕 我看了 我問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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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那個 我剛才說 我都說我知道1988年有 好 那你知不知道警察通例第六章 第六章 其中一個就是非為執行職務而公開發表政治言論 主席 似乎也是議員用這個機會 拿一個個別的事件要去討論 現在我們在說整體公民的家人工 主席 我問原則 主席 我特意說了一個基礎 是不是? 你又不要在猜測我問什麼 我問你知不知道 你說知道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特意說基礎 主席要我討論文件 你現在說公務員加薪 公務員加薪 現在消防不是公務員嗎? 那現在懲教不是公務員嗎? 為什麼他們低一節 我說基礎出來不對嗎? 你在猜測我做什麼? 現在警隊為何特別高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可以有公會 又要政治中立 寫道明 那現在公會他有了 省仔會還罵你的頂頭 張建宗司長 你們不跟進 剛才鄭永信議員 替那些很乖的公務員抱不平 我都一樣是 那時候七警起碼有後果 起碼會停職 你今天好像林鄭那樣告訴你 連警報都看不到 有沒有搞錯? 現在就是因為一個警察都沒有停職 一個警察都沒有被罰 所以現在才淪落到警察 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超過半成是零分 你們明不明白為什麼? 2014年的時候七警出來都沒有這樣的狀況 還要你們最喜歡說 2018年的時候警隊拿了多高分 簡直香港是光榮 一個麻煩 七個月就跌到谷底 你明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一個警隊都拖累了全部公務員 全部公務員體系 被人家看不起 林卓廷議員 主席 我問他知不知道我還沒回答 你時間夠了 你看著時間 你用完四分鐘 你怎麼會人家有時間回答你呢? 主席 你給我們找一分力十二秒 我看著規程問題 你自己是說幾分鐘 我是不是有四分鐘? 你四分鐘就是四分鐘 我不是四分鐘 林卓廷議員 林卓廷你是四分鐘 四分鐘 喂 主席 說到公務員加薪 其中的因素就是公務員士氣 剛才同事已經說 要確保公務員和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其實還有另一點就是要挽留富經驗的人才 主席 我所知道現在警隊裡面 是有人真的想著離職 或者已經離職的 是因為運動 這個是涉及士氣 也有其他公務員是因為警隊的表現 是令到他們日常的工作都非常困難 也是影響到公務員的士氣 所以我就想問主席 局長剛才就說 他看不到警暴 就說沒有人犯法 就何來需要警察執法 我想問局長你 你有沒有看新聞的 這麼多新聞片你看不到的嗎 被捕的人已經沒有反抗了 警察一棍一棍一棍地打下去被捕人士那裡 你看不到的嗎 OK 這個你看不到的 在北區醫院三個警察 對一個被綁四肢的老伯 不斷酷刑去打他 那單告了上法庭 你看不到的嗎 這些不是警暴嗎 即是你們警隊的做法 是嚴重影響到整個公務員團隊的士氣 你作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你有責任維護公務員團隊的政治中立 你怎麼做 對政府稍為有意見的 全部抓去 紀律調查 Facebook 寫的東西就紀律調查 喂 消防署副署長 公然罵示威者是蟑螂 你就認得他 喂 你整個公務員的紀律 你是採取雙重標準的 你怎麼維護公務員士氣啊 你作為公務員團隊的 理論上的首長 你怎麼對得住公務員同事啊 你公務員出身的 你現在都是公務員來的啊 你一直在偏袒警隊 偏袒警暴 偏袒林鄭政府 在摧毀整個公務員團隊 過往這麼多年的優質的文化 政治的中立 你對那些省仔會的主席 就頭倒倒 對其他前線的公務員 就不斷去壓迫他們 經常出聲明去恐嚇他們 你怎麼做局長啊 主席我完全不能夠認同 林議員的指控 在我們的機制裡頭 任何無論是什麼的職系 什麼的部門 所謂的公務員 都是要遵守法律 如果是有公務員 是違反了法律 而裁定了乾犯了刑事罪行呢 除了要受法律的制裁 也都會按機制機制 你跟我說這些 你真是浪費了 那些公務員 一被捕 你就說要停職 什麼事啊 隨時銅鑼灣去吃完飯下去 剛好示威 被警察濫捕 抓了去 你就停職 你是不是瘋了啊 你現在還說這些 是不是好像教育局局長說 我們怎麼假設他沒有犯罪 香港是不是這樣啊 是不是推翻個無罪推定論啊 你作為公務員的首長 你一直在出賣公務員團隊啊 羅志光 主席 主席 我自己簡單的 打一句 停職 是按公眾的利益 的前提去考慮 這麼多濫捕 你怎麼確保不是拉錯人 你試試看過 試看過了 我提提大家 無論是對議員 或者對官員 都不要用些冒犯那些詞語 因為要這樣 互相攻堅 你是不是瘋了啊 這一類的東西 我覺得最不好 就是不要這樣說 如果大家這樣發展下去 我覺得議會應該是高質素 不是用粗皮的言語去互相責麻 就覺得是成功 我覺得社會氣氛已經是這樣 你再這樣助長就不要 我只是善意提醒 尹兆堅議員 多謝主席的提醒 我希望你也提醒一下政府官員 老實說 他們那些說話難聽過粗口 指鹿為馬 昨天特首說些什麼 今天官員說些什麼 其實我也是重複那些論點 我想告訴你老人家 不過你不要集我 因為我代表我的選民說 鄭明信說得對 我們其實同意鄭明信 他講公務員 大部分都是確守本分 應該加工的 我們沒有反對 大部分同事都沒有反對 講一講一講警隊而已 局長你不明白嗎 主席我們很早已經說了 叫他們分拆出來 當然他會說 慣例不是這樣 什麼什麼 大家知道的 有什麼技術難處 拆了就沒事了 警隊拖衰加 現在白點這樣說 主席 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很客氣 拖衰加 他整家人 當他是政府公務員 你一個部門搞禍了 然後搞到所有 公務員加不到薪金 我們害你的嗎 大哥 說回頭賴了我們 所以我們說 你肯拆出來全部通過 只是警隊拿出來談 叫鄧炳強上來解釋 是不是 這樣就解決了 主席你這樣說 說回公道些說話 不要誤導市民才行 他是雙重標準 我剛才同事都說了 陳淑莊就給了論證 是不是 說省會惡到老虎 罵特首 有一次是 亨都不亨 阿太 罵張建宗 公務員過頭 那些首長 有沒有搞錯 剛才羅志剛說什麼 要守法律 不姑息 是不是 人家那些一般公務員去遊行 被濫捕 然後你就停職 警方那些 罪證、鐵證、如山 他現在沒有犯事嗎 他有犯事 你們不理而已 你不去追究、包庇他 警隊 特首都天天出來包庇他 各級官員出來包庇他 那他當然沒事了 他現在免死金牌 你還說這些說話 撩膠鬧 有沒有搞錯 你是雙重標準 現在 什麼政治中立 昨天中西區區議會 公門政治中立 各個區議會 公門政治中立 一說到批評政府就起床 如果現在這套原則 警隊鄧炳強做的原則 羅志剛說起床走行不行 主席 你都離開了 是不是 我們有不同意見批評你 你就找一些建制派罵我們 駁回你的道理 你就回應我們 你有時間 不是的 起床走 這樣叫政治中立 雙重標準 都得了 主席 很簡單 我有問題 我真的想解決這件事 可不可以他真的 不要繼續這樣攬炒 攬炒是他們發明的 真的 每次在財委會 放著一些爭議性的東西在前面 所有民生項目拖到去 不能過得 接著又說你影響民生 這些就是攬炒 這次又攬炒? 找警隊攬炒 全部公務員 我加工? 警隊自己跟公務員說 對不對著其他同事 我也有很多朋友 很多街坊是公務員 有很多市民跟我們說 他都不滿意的 不過不是很多人責爛我們 是我的公務員朋友說 我有back pay 幫我問盡他 他們都叫我們幫他問盡他 拆出來吧 我想問局長 拆出來有多難? 技術上 是不是真的上月球那樣呢? 麻煩主席 局長 主席 我已經解釋了很多次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就是政府是 整體的看公務員的 整體的考慮去處理 年度的公務員的薪酬調整 我們不會去 就個別的部門的情況 是分拆去處理的 如果個別的議員或者人士 是對警隊或者個別部門有意見 有既定渠道去跟進 所以這個也都... 主席他不是回答我的問題 我問他有什麼技術難處 舉個一個是慣例 我已經回答了 技術難處 請你再按鈕 蔣麗雲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在這個會期 直到現在 我們有多少需要我們財務委員會去審批的項目 還有多少我想問一下 還有四十幾項 起碼大概49項 那假如就這個公務員薪酬調整 你剛剛說都談了17個小時 是啊 那假如是我們在不加開會議之下 繼續討論的話 當然每個議程能夠是17個小時的話 那我們這個會期 可不可以處理手上的項目呢 肯定處理不了 因為過往那個... 很多時間都受到拖延的 我們現在計出來的 平均都要4個多小時才是... 有些計法 7個小時就因為計算了選主席 但是如果你只是計做事的時間 以前一個多小時而已 今年就4個多小時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真的... 很艱難 很多都過不了 是的 主席 我都了解你 你有時所謂的叫刀巴咀 其實你有豆腐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你雖然有時口話他們 但是我發覺他們每次 有些議員就舉手 就說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 但是舉了手之後 提過又不是議事規則 我希望能夠持有些時間去處理我們已經處理的行業的財政撥款 是不是 另外呢 就是盡量收緊一點就是 希望那個內容能夠只能說了財務直接相關的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我們之前 譬如已經在公務或者委員會 討論過了 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人事那些 那些 現在假如在這個委員會再重新討論那些 非與財務或者數字有關的事情的話 我們真的有這麼多事情做不完 財務委員會 是不是 麻煩主席能夠收緊一點 另外呢 我想再說一說 我真的想和所有議員說一聲 我知道大家很想找鄧炳強過來 但是我相信你們都看到了 昨天鄧炳強就連區議會邀請他出席 他都出席 雖然出席整個過程都受辱 或者是受到不禮貌的對待 但是他依然去 那為什麼他不會來這裡呢 絕對不會 不會說不想來立法會 是不是 他遲早都會來的 只不過大家要看清楚 其實這個議程呢 是公務員事務局的議程 而公務員事務局是代表全體公務員 去調整一個一年一度的調整薪酬 所以你們說要個別的部門來的話 你說認為他表現不好 而要他來 這樣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部門都要來的 難道你們對於房屋處的表現 你又會不會滿意呢 或者衛生處的表現又會不會滿意呢 很多部門可能你都不滿意的 那當然我們逐個叫過來的話 這樣的話 那就有時間去做了 再說 這個議程是叫公務員薪酬調整 不是一個個別部門的議題 所以現在大家還在說 扯著說 鄧炳強不來這裡 或者怎麼樣 不會的 OK 你們可以去保安事務委會 OK 那邊 要求鄧炳強出席 這個絕對是對的 是那邊的 他是另一個局的 OK 不是公務員事務局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要緊時間 能夠早點通過 我們應該通過的 有關財務撲款 謝謝主席 陳振英議員 五分鐘 謝謝主席 我首先申報 我是公務員薪酬 和服務條件常委會的委員 但是因為是今年一月才被委任 所以現在講的那個項目 我是沒有參與到討論的 那麼也都沒有任何直接 或者間接的金錢利益 主席 我想問的是 因為我看到有兩個 關於這個加薪的問題 第一個 我想是 很多公務員都關心 就是每年 他有個加薪幅度 調查完之後 還要減回那個 低減增薪的開支的安排 雖然特首就最近做了一個優化 用一個長期的 和實際的兩者以低者為準去減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可能我沒有參與到這些討論 為什麼不可以 到達頂深點的公務員 乾脆就不用參與那個遞減機制 就用那個查出來的百分比 直接是透露去 如果那些公務員已經到了頂深點 就直接加那個數 那就不用參與在整個問題的討論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我有個觀察 就是歷來這麼多年 公務員加薪都是要 back pay的 就是 我們因為立法會 財委會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其實你那個公務員加薪的開支 這次就123、24億左右 那你如果是好像現在這樣 整個八個月、九個月都未加到 公務員其實就沒有享受到 你說back pay之後損失那個利息支出 但是政府其實是增加了利息收入 或者少了利息支出 我計算過了 一百二十多億 如果是八個月 都兩億多 那可不可以把這個 這樣的差額 放回到那個薪酬調整的大的池裡面 那我除了 如果十八萬公務員 每人都成千元 那你說 多又不多 說少又不少 那也起碼吃幾餐 那為什麼不可以把實際 哪個時候可以加到薪 那中間你那筆錢 產生的一些利息的效果 放回到那個加薪大池裡 再除開給大家 那為什麼又不可以這樣做呢 謝謝主席 主席 關於公務員去到頂薪的時候 那個情況 其實我們要知道 如果我們在頂薪的時候 有一些人是有得加 有些人沒有得加 這個是帶來 在新級表上很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是在 譬如假設兩個 屬於不同職級的同事 都是同一個 新級表 就是新級點那裡 其中一個在頂薪點 那另一個呢 是未在頂薪點 而他是每年都繼續去加薪 那麼這個呢 變成了 有一些 有一個同事 他去到頂薪點 是繼續沒有薪 加其他 繼續有人工 加 這個呢 相對於 兩個 大家都在同一個 薪金點上面 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那是否一個公平的對待呢 那這個呢 我們是覺得是有很大的疑問的 那至於 那裏呢 陳議員 有一個很 很想像力的一個構思呢 這個不是在我們機制裏面 有一個的處理 我們是不會考慮到 每一次如果backplay之後 如果是有 因為同事遲了拿的時候呢 我們有什麼補償 因為這個我都希望呢 每一次我們來到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呢 都盡快去通過 那如果 陳議員這個構思呢 我們將來在 譬如在 新常會啊 那些我們都可以 去聽聽其他的人士 有什麼的意見 我們再作一個的考慮 謝謝主席 主席啊 我想說 局長可能誤解了 我第一條問題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譬如薪酬趨勢總指標 譬如 假設是低層的 那它5.32 但是我們現在要 扣減那個 抵增薪酬開支 2.19 後來不是2.19 因為用了 特首的機制 就是扣減1.16 我的意思就是 它連那1.16 就是到頂身點那些 連那1.16都不要扣減 直接 就按 5.32去加 那就解決了問題 不過我不知道 頂身點的公務員的 數目多不多 還有這樣呢 對實際的開支 那個影響是多少 菅局長 其實我 我當時可能講得不清楚 就是如果 有一些是要扣減 或一些不扣減的話 大家同樣 譬如去到 第 新點 33的時候 大家會有不同 那個 的薪酬 這個對於同事來說 也都有一種不公道的 的情況 鄭重泰議員 三分鐘 是 謝謝主席 在上個月的時候 還有 那 局方 因應我們的提問 就是提供了關於警務署 他的工作如是開支的數字 那就是關於6月至11月 那個警務署的紀律部隊 他那個如是開支 就是總額佔大概9億5千萬 那涉及的人員 大概1萬1千人左右 就是說平均來計 每位人員 大概1萬4千元 OK 那我上一個星期的會議 我就問到的就是說 他這個的數據 就是上個月的數據 那我們現在陸續去審批 有一期有沒有最新的數字 可以讓我們參考 謝謝主席 主席 我們收到議員的 要求提供新的數字 我們在目前來說 還在搜集這些資料 所以在這個會 抱歉我們是沒有一些新的數字提供 不過我想說一說 就是剛才說過9億多 和1萬1千的人數那裡 這些是涵蓋所有的情況 需要預示工作 不是不限於 只是處理過往那幾個月的 社會事件的情況 而所產生的 那些預示工作的數字來的 主席 我都想按文件 和按 就是 財委會 相關撥款的要求 去討論這些數據 那沒有的話 那怎麼討論 你稍後會 所以我們稍後會 當這些數字是有的話 我們是 立即會提供 主席 我稍後有一個星期 我人生的光金都很寶貴 或者你問其他問題 我問另一個比較 都叫做有少少意思的問題 我想問到 警務處 或者按照公務員的慣例 預示那個 叫做 預示工作的上限 按一般的文件 或者規例規定 大概每個月是60小時 根據政府之前的信件回覆 和那個 叫做數的顯示 就在說 在12月的時候 都已經具體告訴我們 警務處 內部按照所謂既定的規例 去容許了 預示工作的時數 作出了調整 我們在文件 或者是 之前也有問過 就是說 一般的上限是每個月 60小時的 文件沒有回覆 就是因為涉及這個行動的細節 就沒有說到每個月的上限 那我想問的就是 為什麼不回覆呢 為什麼不透露呢 為什麼不透露呢 什麼時候結束呢 這個安排 請問局長清不清楚 主席 我請同事幫忙 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請回答 好 請回答 主席 這一方面 我們都跟保安局和警方 是詢問過 那他們給我們的資料 就是由於 執勤的人數 是屬於相關行動 細節的一部分 那所以 他就不能夠披露 有關的資料 多謝主席 你快點請你再按 我整十三分鐘 我一粒字都找不到 那你問那些問題 我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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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說的 上限給我聽 你不說的 給我聽 鄭重太 你不說給我們聽 上限因為涉及細節 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這個安排 總不能的就是一直持續的 都沒有事情發生 這兩個禮拜 明白明白 有沒有什麼回應 政府 主席 我相信這個要看 社會發生什麼事 警察要適當的部署 所以很難說 那你不如一日 你不如回答我 一日沒有普選 一日可以無限上限工作 是不是這樣意思 請你如果要提問 再按鈕 再按鈕 朱可迪議員 三分鐘 謝謝主席 我就按文件第十七段 我就很想進一步去 和局長探討 什麼為止 公務員為市民大眾 提供優質服務 我用回昨天的 中西區區議會 那個例子 當有一個 譴責鄧炳強 警務處長的議案 提了出來之後 警務處長鄧炳強 民政專員 和之後 所有議程的公務員 都離席 我想他們是抗議 令到中西區區議會 在之後幾個小時 都是得議員自己在開會 那剛才 局長 就認同 昨天 中西區區議會 那幫出席的官員 的做法 那就是說 我相信都是認為 這些就叫做 優質服務 那 回到來 主席 如果 如果 同一套邏輯 真是代表住公務員 認為的 優質服務的話 那 是不是可以在本會 我們 譬如說 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不喜歡的決定 那他可以之後 我們裁委會 剛才 就是說有四十幾個議程要討論 他是不是可以 拉隊 拉完之後 那些議程的官員 都不要再來立法會呢 是不是這個就是 體現到他的優質表現呢 這個他要說清楚 主席 是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他認同 昨天那些官員 就算連關於市建局的 關於天星碼頭的 關於防疫的 完全都不拉肩的 即是不是政治敏感的 他都 鼓勵 不要說鼓勵了 他都認同那些官員是離席 不要再理區議會 那我不知道局長你什麼意思 你可以跟市民說回清楚 局長 主席 我想澄清 就是文件第十七段所說的 是職方的意見認為 主席你不要 不要讓他在這裡演繹文件 因為他現在是 越早代跑代理去決定 到底問題是不是相關 如果我的問題是 你認為相關的話 他就要直接回答昨天的情況 我想我又不可以這樣 因為總之 我凡是交給他的 我覺得是相關的 他可以回答 怎樣回答 我又不會說 你不應該這樣回答 正如我不會說 將你收到很窄 現在都是很闊 不過呢 我起碼都要相關 局長 主席 我剛才想說完那句 就被議員打斷了 因為都是很相關 因為議員是根據文件第十七段 去提提這個意見的 第十七段 是說職方 在給我們的意見的時候 認為公務員的士氣 是要考慮 能不能夠有足夠的薪酬 而影響士氣 當中也會影響他們的優質服務 下一位 許智峰議 請你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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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自己扯到那麼遠 別人就扯你那麼遠 很簡單 我剛才都說了 這個場合根本是一個財務建議 如果你是繼續要說一些非財務建議 那你怎麼能夠保證可以回答你呢 如果你的數字上 當然要他回答你 請你再按 請你再按 現在再按也沒有用 再按也沒有用 對著他 如果你還容許這樣 他不回答問題 你已經收窄我們了 我們就講同文件來 他不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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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看法 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就是說 你根本已經不是很正常 我都算了 我都盡量給他 你根本問他一個數字都沒有 你根本又不是財務建議 你問的原則問題 麻煩你去那個事務委員會 許智峰 請你再按 請你再按 有什麼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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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規程問題 剛才有很多同事指出了 我們一路的規程問題 其實我也想跟市民解釋 為什麼那些明明 不是那些人都給你問 就是希望大家說了 就不要跟你爭論規程問題 爭論規程問題 一樣花我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心裡 不是很珍惜的時間 而是想用千方百計去阻礙這個會 或者說一些不相關的事情 或者說一些不相關的事情 大家聽清楚 你不要對號入座 哪位 如果是這樣 這個會也是很難進行的 我希望大家 現在我開始要收拾一下 對不起 任何規程問題 請你說哪一條規程 你覺得是一個規程問題 就不可以 好像以前就是這樣 給你們說 就變成好像是應份 好了 那麼 諸可迪議員 如果你認為規程問題 你說你根據哪條規程 你先提出問題 謝謝主席 我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3條 即財委會會議程序43條 財委會議程序43條 財委會會議程序43條 關於直接相關的那部分 我剛才提的問題 我就引用文件的內容第17段 你給我問 你給我問 我理解你是規程序43條 我是直接相關 你才給我問 要不然你應該直接切我的 按你現在的標準 就是剛才你都說是很緊的 那麼我便 根據文件的第17段 我認為這個是議程文件的內容 那麼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麼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局長他質疑我 質疑我 說我這個問題不直接相關 跟著你呢 其實就沒有跟回你自己的裁決了 就是你對於我這個問題 直接相關的裁決 去對局長 要局長 直接回答我的問題的實質的內容 現在他沒有回答我的內容 你就說我下次再按 那就沒完沒了了 我也同意你說你緊的 那就緊了 你每一次都是規定 是否直接相關 你的時間夠了 聽到你說的 聽到你說的 我想這樣 這些所謂直接相關 不相關 其實都是我自己做一個很主觀的判斷 也是要等主席去判斷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拿任何問題出來去問 你又說有相關 我想我們爭拗這件事 爭拗了全天還未爭拗 但是有些是摘戒 或者是差不多 我當然是想給局長 他也是這樣做的 他也是有些 有些直接相關 他不是相關 如果他提出是不直接相關 那他就當然有他的原因 他已經解釋了給你聽 我又覺得他不是錯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主持會議 你怎麼都是一個主持 要去做一個決定 就不是說 你自己的心水不對 就覺得是不對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麥美娟議員 主席我也規定問題 根據我們這個規則 第38條 發言的規則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會議上面 發言的規矩 好像剛才 今早 整早 主席跟我們的同事 在這裡辯論 也有很多同事在一個位置 在這裡喊出來 我就請主席 他再喊 你也不要回應他 因為大家都知道 發言規則是怎樣的 還有他們這樣喊 其實對看直播的市民 很不公平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是收你的麥克風 大家看到直播 又聽不到他講的 如果他的話 想說給市民聽 不如讓他們大家有規有舉 他講話 他要發言 他們這麼多規程問題 你也一直這樣說 其實陳淑莊 我一直說 他也說 你看他們喊的時候 我不會出聲 我講一句 陳淑莊 真的說了 什麼說髒話 其實你們說話 難聽過髒話 所以主席 好請主席 陳淑莊議員 真的 別人在說話 你尊重別人 他們是有 不要你們那麼多 那麼密 你們不要這樣 別人在說 這是最壞的示範人 你在說他的時間 你就是要差別人 如果今天 各位 我今天真的很嚴厲去進行 如果大家再在這個位置 叫囂 我沒有叫 而你是發言 我就會採取行動 我今天說得很清楚 才行 孟美娟議員 你請繼續說 陳淑莊議員 你可以澄清 等我發言之後 你去澄清 請你知道規矩 主席 所以我說 其實你就是令到 看直播的市民很不公平 他們都不知道你在這裏喊什麼 其實對你自己都不公平 又有喊 又想喊給別人聽 又聽不到你說話 好了 時間夠了 是 可以 好了 我們現在回到 許智峰議員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有什麼規程問題 主席是規程 我真的有點擔心 你作為主席在這裏主持會議 你根據哪一條提出的規程問題先 就是你的主席的職能 是中立 第幾段 第幾段 我現在讀不到出來 你找秘書 那你讀完之後你找到再舉手 你說我們拖延會議是千方百計 你不要 許智峰議員 許智峰議員